歡迎收看靜樂火陪你一起健康過生活 醫學美容是被稱為全球第三大產業 僅次於航空汽車 全臺每年就高達600億臺幣的市場大幣 只是到底適合哪一種醫美呢 常常聽到人家說電波音波 但差別是什麼 像我就搞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醫美醫師 佩謙醫師來告訴我們醫師您好 你好 最近年終要到了 那電音波又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民眾的首選 那我們這邊的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電波跟音波我們要怎麼選擇 首先音波它的作用原理 它主要是針對在我們的 筋膜層其實在皮下的第三層 對 那它是點狀式加熱 那這個聽起來有一點點 可能不是很瞭解 好 那這邊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評斷一個客人 它是肉鬆 就是肉比較夯靈夯靈的 那我們就打音波 那電波它是針對皮下的 整層式加熱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皮 就是所謂外套那件比較大件 皮比較鬆的 那我們就來打電波 所以我們今天要怎麼辨別 自己適合哪一個 那我們就是看自己是皮鬆肉鬆 其實基本上都一樣鬆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客人 其實電波音波都可以互相搭配一些些 對 可是搭配 是可以搭配打嗎 或者是要間隔一段時間 通常我們可以一起打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要給醫生做一個評估 對 但這個功能性 就像剛剛你說差別很大 所以基本上我們一定要去諮詢 自己做功課 可能不是很準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音波電波 其實很多客人也是會常常問我說 到底差在哪邊 那它其實很多客人會因為 價格的一個落差感 或是特惠 而去被吸引去 可是事實上它打了一個 可能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對 尤其像電波來講的話 它是適合在皮比較鬆的 那如果你今天已經臉看起來比較消瘦 比較有一些紋路感 比較皺 那我會建議說你應該先打電波 那如果說你今天其實你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適合打電波音波 那你一定要給醫生去評估一下 你的那個肉 就皮膚的鬆弛度 對 還是有差 所以就是真的覺得比較鬆弛 打了之後就可以膨一點 會找回原本的嬰兒肌蘋果肌嗎 可以稍微啦 可是通常我們大概 如果以電音波來講的話 打完電波它的明顯度會比較高 那音波的話其實要看人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我打的是 針對裡面那個筋膜層拉體 可是我們外面的外套 就是我們的外皮 還是沒有去解決的話 其實很多客人會跟我回饋說 我覺得我打了音波 其實沒有什麼效果 對 所以這樣就是 就像你說每個客人 他的體質會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真的副作用會比較明顯 可能會有點瘀青 或者是真的好腫喔 這是每個人都不一樣嗎 或者是要怎麼樣 有可能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有些人就是不一定想請假 想要我今天打 明天還是想要上班 不要被發現 所以這個到底該怎麼判斷 或者是劑量會要輕一點點 或怎麼樣嗎 通常我們跟發數有關 對 電波音波都是跟發數 跟條數有關 那當然他會不會瘀青 其實一定看體質 因為像我本身 當時我打完音波 我覺得當下我沒有問題 可是我去泡一個溫泉回來 結果隔天 哎呦 我整片瘀青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打電音波的時候 他是皮下加熱 我們雖然外表上看不出來 可是裡面其實是有一些 出血的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打完電音波 你又去做一些 譬如說高溫高壓的一個 的一個行為 那有可能你就會造成瘀青的狀況 那醫師你剛剛就有提到說 每個人不一樣 有些人說我打了音波 也沒有感覺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判斷 就是可能有沒有大方向 比如說怎麼樣人 比如說這個人本身 有一些可能自己有一些病史 這當然是要避免的嘛 對 或者是怎麼樣的人 他可能效果會相對比較沒有那麼好嗎 有沒有大概的種類啊 通常我們會看皮膚的鬆弛度跟年紀 如果說你的年紀偏高 譬如說可能超過五十歲以上 通常五十歲以上的族群 他的皮都相對比較鬆 就是所謂裡面的膠原蛋白比較流失 那我會認為他打音波 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可能你打了音波 你的就是效果不會那麼明顯 對 那想要再問一個另外一個方向了啦 因為現在有些什麼藍雷射啊 什麼彩沖光啊 黃雷射 好像是對痘痘有效果的 對 但是民眾要怎麼選擇 因為坦白說剛剛挺好多 我們可能像是我剛剛舉的那三個 不是很清楚 那民眾該怎麼選擇啊 通常這三個雷射 其實在比較多皮膚科 我們會使用到 那藍雷射其實顧名思義 它是有兩個波長 對 那簡單來講 它主要是針對 那如果說今天你的痘痘 是比較在發炎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建議說 你可以使用藍雷射 那黃雷射它其實像現在 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黃雷射 它的波長是大概五八五 它比較針對像是 你有看過那種九糟肌 就是臉紅紅的或是說 有一些紅豆疤 那它因為它的那個波長 比較可以針對在我們的血 就是血紅素的吸收 所以如果今天你比較有九糟肌 或是我的紅豆疤都消不掉 那我們就可以去使用 這樣子的黃雷射的部分 那我想額外問一下 跟皮膚有關 因為常常就有人講說 豆疤感覺太明顯了 可能會打一些不同的雷射 但是好像強度什麼也都有不同 是不是也要因人而異 有時候可能要慢慢循序漸進 你一開始不能打太強了嗎 其實我覺得通常有 豆疤的皮膚都是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醫生在評斷 他適合打怎麼樣子的雷射的時候 我們要先評估 他的皮膚狀況 適不適合打這麼強 因為有時候打太強 我們就會常常聽到說 我打完結果沒有效 反而還怎麼樣 反黑 就顏色怎麼越打越黑 我們就有碰過很多客人是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們要先評估 就是說我們這個客人的皮膚 上面的健康度 因為通常你掌過痘痘 他的微血管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雷射再打下去 我們的劑量上面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常常就是他過頭了 過頭以後他不是只有凹八 還變一個反黑 所以整個臉就好像毀龍了一樣 這個會好嗎 會好 可是就變成我們要花時間去處理 對 所以有時候客人就是說 我都會建議客人就是 你今天是比較敏感肌或痘痘肌 你一定要去比較專業的診所去尋求 而不是說今天看哪邊便宜 哪邊走 對 因為我這邊太多客人 就是或是病人 他有些痘痘肌的問題 那他可能 明明皮膚已經不是很好 然後又去打一些便宜的雷射 結果就整個臉就是 我們要花更多的金錢 跟時間去處理 好的 謝謝吳醫師的分享 以上是今天的敬樂活 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 拜拜